各位朋友,大家好,樂報我不講場,是樂報的討論平台,我們進行一集直播的直播,有我余榮楊,身邊都有鄭仲暉, 余榮楊,你好,大家好,在我們開始這集之前,有請阿輝哥為我們呼籲一下,這個節目真的要教大家的支持,最近有些朋友告訴我,我看不到這個節目,是不是你們的節目沒有了,我說,不是,你要先按鈴鐺才行,不是,它不會彈出來的, 就是點讚,訂閱,分享,和按鈴鐺,其他都沒有說,這四部曲,你要支持我們的說話,我們很希望,因為我們沒有特別用錢去推廣,是靠大家支持,所以這四部曲,尤其是按鈴鐺,訂閱,這兩樣最重要的, 對,今集想說說澳門有些什麼,可以借鑒一下盧心寶,開始之前,就說說,昨天出版的樂報,我寫了一篇文,就叫做,典檔棉皮,典檔棉皮,在上世紀六十年代,很流行的,那時候,去當東西,因為那些人比較窮,就不是一定當珠寶,肉器,手錶的, 當然也有的,有些人當是簡單的東西,棉皮,一件單釣西,甚至最便宜的,你見到,當乳傘都有的,當幾銀杏,很艱難的,有些就不熟悉的,當短了它,因為它想著都沒有機會,有些會熟悉的,當棉皮,到了熱天的時候,不需要用, 有些人,有些人租的地方來住,那板間房,當了不用擺,到了冷天的時候,正所謂,有當有熟,叫上等人,梁宋鋒都說得多,有機會就熟悉它,回去照蓋, 我提出這件事,是最近澳門,周圍都說中小企的貸款,有些說貸款,有一間銀行,匯業銀行,可以說名的,正面的, 和中小企這個商會,它就聯合,做了一個講座,就說中小企的貸款,怎樣可以幫一些人,報個難關,這個正面的, 但我覺得,是等於典當棉皮,如果它熟不到的時候,可能債台高速,就越來越厲害, 政府也都有一個開始接受申請的,一個遵作,就是利息補貼,就是如果大家做生意,你是借開銀行錢的, 可以經由你幫助那間銀行,幫你去申請貸款的利息補貼,這個利息補貼最多可以去到兩年, 假如我當,你一個月,因為這樣,省到兩千,你就鬆綁兩千,幾多呢?兩千,兩年就二萬四了, 你早前那個遵作,商業機構是三萬起的,如果你一個月兩千多,就又去到三萬了, 不過這個是,實際就這樣借錢,因為你借開,減少了你的付出,怎樣都好? 我想,關於在銀行貸款,我也和一位銀行的朋友都談過這個問題,大家都很坦誠地去說, 他說,事實上呢,你借錢,你作為一筆的儲備金在這裡,發展,或者,不知道有什麼特殊的情況發生,令到你突然間, 一旁一旁一旁,用來救一救利息,但是如果你,已經沒有辦法,停止那個虧錢,那個虧貸,太小了, 你借給你,不就更多一點? 即是你呢,就要小心了,如果你虧到,即是這幾年,你都虧了,虧到現在不行, 你去借那筆錢,用來蓋一些債,那你真的,你倒不如你考慮,不要做了, 但我剛才說的那種,都是好的,你是不是可以借開,你本來還利息一大部分, 現在還小若干,就是還小兩千,那是不是都好些呢? 反而,我就覺得,現在這個非常時期,既然都是借開, 即是,都是,大家有大家的打算,可能有些人說,等到黎明, 即是,我捱多兩年就可以,搞定都不出,這個都有的,其實, 做生意呢,都是不斷在那裡突破突破困難, 我就舉例,即是,有一些飲品店,即是叫手搖飲品, 包括茶,或者一些珍珠奶茶,現買現做的, 那它製了很多那些杯,有關的器材在那裡, 甚至那些材料,如果不做,沒有人承擔, 可能會扔出去,做,或者那些材料,可以熬到超過一年, 那就將它變回錢, 其實我們今天,講這裏都是講經濟有關的事情, 其實我們今天都想講講關於盧心寶, 盧心寶有一件事跟我們很相似, 都是六十多萬元,很小,很小, 還有一件事,比較相似,就是它有一個, 相似現在,它有一個,即是,鋼鐵業, 是很成功的國家,突然之間, 鋼鐵的銷量,即這個行業,是不景氣, 令到他們的國家,三成以上的GDP, 是跌了很厲害,所以他們在這個過程當中, 他們就轉移回他們所謂我們經常說的, 就是經濟色度多元, 今次我們的主題, 就講看有什麼我們可以借鑑, 和盧心寶,幾年前,新聞局就組織了澳門的傳媒, 有一個專程去盧心寶的考察, 其中的考察呢,就是盧心寶作為一個小國, 有些事的資源缺乏, 有些事跟澳門相似的, 比如說,澳門的傳媒, 你怎樣好都不及香港, 當時還有《蘋果日報》, 《東方》份份都是很厚,很大份的, 很多東西看的, 那他買完香港的報紙, 一搭,可能有30張紙, 《星隊日報》拍攝, 還有兩本書看樓王, 澳門有些小報, 只有四版的, 甚至不是彩色印的, 是紅黑的, 那你怎樣盧心寶, 那盧心寶都是有近次的現象, 但是呢,他就靠他, 在金融方面有些東西突出, 令到他周邊的, 有些相關的行業, 是有生存空間, 包括,如果你, 金融旺旺, 那除了看網上的, 可能攤開的報紙, 都看過行程, 某樣東西, 那個出入價多少, 哪有的市場, 那因為盧心寶, 他是, 雖然說, 整個歐洲的金融中心, 是在倫敦, 這個不僅是歐洲的世界, 倫敦都成為一個, 那個商貿和金融的中心, 但是盧心寶, 他有個特色, 他真的會比較接近, 北歐和中歐那邊, 而且他, 是一個, 王國, 大家都對他的制度, 是信任, 因為, 他本身, 盧心寶, 建築物, 那個地方是很美的, 一個地方, 周圍的建築物, 都會互相, 但金融, 你一定有相關的, 法律, 制度, 和有一些, 走開的方針, 來支撐的, 其實, 可能, 我們經常說, 有些地方, 根本上, 一民不值, 但是, 全世界知名很多企業都在那裡住宅, 例如, 人道, 例如, 伯母彈, 有些就是這樣, 有些是避稅的, 其實, 你一定, 你這個地方有個特色, 這樣, 別人, 找其他地方, 都不及你這個特色, 去補充, 他的需要, 但我幾年前, 我反思一下, 我當, 澳門以前, 更加像盧心寶, 以前, 澳門, 真是一葉更加, 比現在獨大, 雖然你說, 有制衣, 其他, 但是, 為政府帶來的收入, 真的, 倒是多的, 還有那時候, 九場, 連香港的電影, 都在播, 澳門跑狗, 外圍, 香港, 等於盧心寶一樣, 香港, 這麼長遠都好, 他收聽當時, 你任職的, 六川電台, 你知, 默明默滿, 兩兄弟就說了, 當時, 收聽率很高, 是吧? 你在香港, 就叫聲威震海外, 真的, 所以說, 澳門, 現在我們經常都說, 澳門的島, 就不要一葉到大了, 我們適度多元了, 所以, 我看回頭, 我的看法, 就未必, 我未必贊成說, 將島可以鬆動一點, 就是叫做, 不要這麼著重, 其實你現在看回頭, 我們不要忽略了新加坡, 新加坡的金融已經這麼成熟, 他都加了島下去, 我思考一下, 我覺得當年, 澳門更加盧心寶, 現在, 盧心寶, 養得起六川, 你現在, 如果再搞那六川出來, 復播, 六川現在只是播歌, 如果再搞那六川, 收不收到廣告呢? 我覺得是全移民的, 是吧? 如果政府不是賓錢, 澳港市, 澳港市都是虧的, 以前就說, 虧虧了多少, 現在撥了錢, 還說結餘多少, 好聽的, 因為這個都是, 數字遊戲, 你都明白, 是內撥的, 但是以前, 是否養得起六川呢? 有多少廣告呢? 是吧? 起碼你都聽到, 你的老友記, 你不知道有沒有, 為他迷倒石榴群, 方便, 那他一說, 哎, 私勿奴走, 人都暈倒了, 所以, 我們, 現在, 會說, 我們在橫琴, 有個, 怎樣的計劃, 怎樣去發展這個金融, 喂, 還在, 橫琴喔, 還在說, 為什麼, 我又問你, 你回答我就可以, 這個地方叫越澳深度合作區, 越有些東西, 需要不需要和澳門合作, 包括, 深圳的股市有沒有和澳門合作? 沒有, 可以合作, 但是, 沒有, 沒有, 深圳有很多工科技的東西, 有沒有和澳門合作? 沒有, 是不是? 那越和澳門合作? 做什麼半導體? 我覺得, 就是, 我擔心一樣的, 為了造成這個所謂我們的多元化, 是外門, 外門來做這個多元化, 可能它的利益, 別歸於澳門, 最低限度呢, 這個利益呢, 是那個從業員, 從業員, 譬如你做報業的有用金, 那個從業員可能不是本地人, 所以我就警惕了, 輝哥, 我和你都講講, 警惕, 不要做, 還是建議, 橫琴, 發展匯展業就好了, 你還, 連我的地盤飯都走, 我們講了這些問題出來, 會不會又是政治不正確, 因為現在, 大力推近這件事, 如果我們今天講了, 大力推, 不是推匯展, 是推另外一些東西, 四大產業, 我也不要講, 負面的房地產, 現在有些什麼問題發生, 我們不講這些, 你這樣即是講了, 是嗎, 我照報紙這些講, 報紙講了, 正式正確, 正式正確, 如果澳門發展金融, 是否一定要靠, 一定要靠, 一定要靠, 深度合作, 越澳深度合作, 那個地方呢? 不是的, 你靠上海都可以的, 其實你靠電腦都可以的, 你靠澳門本身, 有的建築物都可以的, 因為這個金融合作, 它不是工廠, 亦是農場, 我覺得呢, 可能林鄭後來聽話多了, 變成本來澳門可以搞證券, 林鄭聽話多了, 李家超更聽話, 這些事情不到我們玩的了, 所以現在呢, 可能我們說一些說話, 可能有些不合聽的, 有些人跟我們說, 人家現在在打爐打鼓, 不斷吹鼓, 你們說這些事情, 是不是叫做, 就是跟別人唱對台呢? 我們, 當然, 我一定是… 不是的, 我又覺得呢, 業務深度合作區, 你可以搞些事情好玩的, 而不是博彩, 非博彩元素, 但是好玩的, 那就多些人來吧, 那我呢, 就反而是有一點點不同, 深度合作區呢, 不如你給澳門多些主導權吧, 給澳門多些主導權, 包括搞些元宇宙的事情, 很多事情玩的, 即是你給澳門多些主導權的說話, 那這個其實, 令到什麼都在澳門外處, 現在, 我講回房地產那個字, 房地產, 所有的建設, 所有的批圖, 所有的法律的手續, 都不是深度合作區, 成立之前搞的, 之後搞的, 都是之前去搞的, 做下的, 做下的, 那現在呢, 就是將這個法律呢, 就是沿用到現在, 現在呢, 就變成了, 是不是我們澳門, 那方面, 是有權去改正這些, 遺留下來的問題呢, 未必, 是不是, 所以, 深度合作, 令到澳門, 都是很被動的說話, 這個深度合作, 似乎有些放手, 你是聰明一點的, 輝哥, 有些人亂了思想, 有些人問我, 究竟現在我們, 同同大灣區, 有什麼合作, 這裡又說, 與共深度合作區, 那這裡深度, 大灣區是否淺度一些呢, 還是怎樣呢, 還需不需要呢, 我想呢, 深度合作呢, 就是初步來的, 就是, 當然我們, 我們, 深入了解, 即是說, 我們老友一些, 或者男女朋友, 深入了解哦, 當然, 就是相當熟悉的啦, 那這些大灣區那些, 是不是從這個, 深度了解的地區, 因為都是屬於大灣區, 一部分, 那由那裡開始呢, 嗯, 有些朋友問的, 我答不到, 我算我答不到, 我看看你們怎麼回答, 有些人問, 有些人問, 因為呢, 它又沒有這麼大規模呢, 是不是, 它進去裡面, 因為澳門都有, 兩三成的企業進去, 那就是, 也都有些澳門的, 上去, 不是在橫磅做, 在上面某些地方, 在上面某些地方, 和人合作都有的, 例如, 我們那些愛國商人, 廖先生, 都有上去開醫院, 不是開在橫磅, 那是珠海的地方, 那裡的大灣區, 是吧, 我覺得, 每一個人, 他有自己的長處, 那個長處, 包括他的本事, 和他的關係, 這兩個都是長處, 那所以呢, 大灣區, 你說很多人, 很多地方, 都有澳門商人的足跡, 有成功的例子, 因為有很多因素, 說來講, 亂了, 我有點懷疑, 澳門有什麼學到盧森寶, 還是橫琴那裡學到盧森寶, 橫琴成為盧森寶, 都不奇怪的, 我想呢, 如果他開, 證券就是, 不是, 只有盧森寶那個行業, 沒有盧森寶的優勢, 我們一定要知道, 盧森寶的優勢在哪裏, 是否這個地方, 黃宮嶺, 有皇室, 是否這樣的優勢呢, 如果是一句話, 我們沒有這樣的優勢, 那是否有其他優勢, 其實我覺得, 金融這些行業, 是一定有一個優勢, 就是信用, 信用, 還有辦法, 有些人是這樣提出的, 就是希望拔多些, 國際的金融機構, 去某個地方開設, 就會提升到他們的地位, 這是我同意的, 因為我都在金融業做過, 如果你連那些國際, 有相當級數的機構都離開設, 人家就信你了, 曾幾何時, 我講回八十年代, 差不多, 日本有銀行, 想來澳門探討開分行, 做了一個研究報告, 認為澳門的法制不是那麼完善, 打了退堂股, 你講到這一點, 你說有些有知名度, 有實力, 有影響力的金融業, 不如驚人旁, 他為何要來? 這個吸引到那一種理由, 最近, 日本有一間芯片機構, 說會跟中國大陸合作, 因為那間芯片公司, 被美國人有些東西, 激死了他, 跟他對著幹, 他是為了復仇, 除非這樣, 在金融上, 另外, 在國際上, 鳳凰無寶不落, 如果有一件事, 令到日本人覺得, 他能夠在澳門開設, 很多事情能夠在橫琴做, 你要令他有信心, 這些事情要向中央爭取, 但是我現在要講一件事, 現在大家, 包括我自己的心想, 都是分到橫琴和澳門是不同的, 當然, 今天我也有這樣, 但是我相信, 在設計這個, 越澳深度合作, 是不想這樣, 應該將兩方面的優勢, 盡量發揮, 才能夠, 這個越澳深度合作, 才有一個一間一等於三的效果, 所以我也提出一件事, 是政治正確的, 如果我們要在大灣區做些事, 倒不如集中力量, 搞好自己有關的地方, 就是越澳深度合作區先, 因為我們不要將蛋藥分散, 放在一些我們力所不能及的地方, 足夠, 我們要休息一下, 就會有歐子幫我, 這裡曾經過, 可能很適合, 我們每節妳的照片 也待頭, 我們來解釋一下, 我們來解釋一下,